核污水引起生物变异的时间 远比人类预料的要早得多 2023年9月29日 中秋节 世界巨变从一座海滨小城开始 世界失序 我在狗活一个多月后 杀死了末日唯一的救世主 正文开始 9月28日晚 总算在节日前一天深夜 处理完了手头上积压的工作 也该处理一下自己的感情问题了 我准备和徐扬好聚好散 所以临睡前 我给他发了条信息 明天晨跑 一起吧 徐扬没有回信息 9月29日晨5点50分 工作让我养成了 醒来第一时间看手机的习惯 20分钟前徐扬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宝宝 明天6点 我准时买好早餐到你家去 等我 我看了眼外面乌云密布的天气 还真不适合晨跑了 简单洗漱了一下 我百无聊赖的刷起短视频 第一条29日凌晨 数名感海者被不明生物咬伤 现已送往医院 暂无生命危险 第二条 海城市政府呼吁市民国庆长假期间 尽量减少去海边游玩的计划 第三条 昨日 海城殷仪馆报警称 三具尸体离奇失踪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 调查重点为 殷仪馆所在的滨海新区辖区内 所有餐饮店铺 包括蛋不献于包子铺 献饼店 我正兴致勃勃 翻看评论区网友讲的 几十年前人肉包子事件 臭SB来电 手机屏幕上方一闪一闪的提醒 我长叹一口气 这个假期是过不好了 顶头上次来电 我内心OS毁灭吧 SB世界 喂 齐总早上好 小张啊 那么早就醒了啊 既然有空 你会来公司过系统 给甲方提个报表 对方急要 好的 齐总 提交之前 你再和小胡合一下数据 另外 砰 砰 砰 楼道里有什么东西撞击的声音 PMB本来要加班就烦 哪个邻居大早上扰民啊 我连声应了SB上司的所有安排 边往裤兜里塞手机 边开门 门将将打开一条缝 突然 砰 什么东西猛的撞过来 没应声关上 我吓了一跳 准备开骂 这时 徐扬的声音响起 带着浓浓的疲惫 显得几分沙哑与低沉 仿佛艰难挤出班 小小 别出门 什么鬼 我得去公司加班呢 我费力想打开门 徐扬 你堵着我家门干嘛 我使劲拍着门 外头回应我的 只有徐扬剧烈的喘息声 我从猫眼向外看去 黑胡胡一片 大概被什么东西挡住了 戏听好像是徐扬已在了门上 他呼吸里 带着上了风箱式的 重重的呼呼声 徐扬 你怎么了 开门 你出什么事了 难道碰上楼里的邻居 起矛盾挨揍了 我趴在门上 透过猫眼 看着黑暗视线里 突然光亮一瞬 徐扬整个人 被什么东西扯着甩飞一圈 他脑袋撞在楼梯上血流不止 烟红的液体洒落四周 我慌忙准备开门 下一秒 徐扬整个人被摔在了门上 他被鲜血染红的脸 正对着我的视线 充满惊恐的眼神 让我的手止不住的颤抖 终究没能把门打开 徐扬扒住门 说了句小小 别开门 就缓缓滑了下去 主人 现在是早上六点整 请对我说天猫精灵 早间新闻频道 世间万物的声音 仿佛在我耳道中 扭曲成飘渺的风鸣声 我看着徐扬 死在了我眼前 而沾满他鲜血的猫眼外 像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恐怖游戏世界 血红黏腻的凹凸离 透出一些身形怪异的 人 他们扭曲着四肢 脸上身上 布满奇怪的腐烂 似的黑洞洞的伤痕 让我想到了 扶山形里面的丧尸 不同的是 那些黑洞般的伤口里 好像藏了一些 类似鲨鱼的小生物 他们还在尽情享受般撕咬着 我僵硬了几秒 才察觉到自己浑身都在颤抖 不知用了多长时间 我将门锁凝死了 天猫精灵中 机械播报的声音已经停止 只剩下刺啦 刺啦 的电流声 我呆坐在地上许久 久到黑云遮蔽了全部日光 大雨倾盘下 湿气裹挟着血腥味冲斥而来 我几乎是爬到阳台的 双臂看看 撑起贪软的身体 我看到了此生都难忘的一幕 瓢泼大雨中 各种奇形怪状的鱼类 在马路 草坪 花园中翻滚 有些长着一口细密尖牙的鱼 咔嚓咔嚓撕咬着空气 并仿佛以此为能量 迅速游走前进着 而像鲨鱼变异 长出爪子的大鱼 铲下的小鱼迅速附着在猫猫狗狗身上 将它们撕咬成布满黑窟窿的怪物 不一会儿 这些猫狗就以扭曲的姿态复活了 我突然想起杀死徐羊的那些丧尸 与这些被奇怪小鱼寄生的动物 何其相似 我滑坐在地上 一定是我起床的姿势不对 躺下重睡 我麻木地躺在床上 这时 呜呜呜 灾情警报响起 同时 国产手机中应急广播频道自动弹出 紧急 紧急 请广大居民朋友不要外出 不要外出 紧急 紧急 不要外出 不要外出 紧急 紧急 禁止外出 禁止外出 几乎是警报停止的同时 我听到整栋楼爆发了一阵激烈的讨论声 然后归于寂静 起初 人们还往社交平台上上传自己拍到的窗外怪物 后来 海城的网络断了 邻居们隔着大楼喊话 讨论着奇怪的鱼类 什么时候回到海里 被咬伤的人和动物为什么没人来管 喊声引来丧尸 人们也不怕 在大家眼里 丧尸就如同是无头苍蝇般的低质怪物 只要不出门 就没事 再后来 人们开始断粮 怨声四起 海城断电钱 我正私下日历的又一夜 10月6日上午 手环没电钱 我最后看了一眼时间 海城终于放晴 外面的怪鱼缺乏水源和能量 开始行动迟缓 丧尸也垂头丧气的 楼上邻居们密谋的行动 也在此刻实施 没有人愿意饿死 他们选择铤而走险 目标是对面的超市 而我因为经常加班 囤了一些泡面 粗略计算 剩余的泡面一天一代 还够我吃半个月 楼道里一片死寂 我躺在床上 仿佛都能感受到 他们的脚步声到了几楼 听着他们有惊无险地躲过 咔嚓咔嚓的声音群 来到了楼下 我终于在除吃饭的时间外 离开了床 走到阳台时 我看到对面楼的人 也都在阳台上 大家目光追随着那群勇敢的人 楼下成群的丧尸 在无意识地游走 大鱼摊在潮湿的草坪上休息 我认出了那个 冲在最前面的男人 他的老婆刚生了二胎 家里正是什么都缺的时候 他一身连体鱼具 包裹岩石 那些擅长寄生的小鱼 被他一脚脚踩死 曾经他靠泛于维生 爱于爱海 现在他大概恨死了这些东西 他边走边是以其他跟下来的人 千万不要被小鱼寄生 只要不发出动静 其他大鱼和丧尸 就不会发现他们 我们两庄楼的人都屏息 为首的于俊男走进超市 不少人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下一刻 这些笑容僵在了脸上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欢迎光 挂在超市入口的橙色布 欢快地扭动着 绘声绘色地欢迎着孤勇者的到来 同时 所有丧尸转动脖子 灰白的眼珠翻动了一下 朝超市方向涌去 惊呼声响起 撕咬空气驱动的怪鱼 也快速朝他们游过去 空气就像他的水 他速度很快 而那十几个人正努力拿货架堵门 动作太慢了 会被摇 我紧盯着那些怪鱼 没办法了 刺了 一声 我拉开窗户 随手拿过一个衣架 开始敲打金属护栏 那些大鱼和丧尸果然僵住 丧尸们疯狂翻动灰白的眼球 企图辨别声音方向 突然 小臂传来一阵刺痛 衣架滑落 我连忙收回手关上窗 几条变异的小鱼落在我胳膊上 正疯狂啃食我的血肉 黑洞洞的伤口 在我手臂上快速蔓延 我没有一刻犹豫 冲回屋里 拿起桌上的打火机 对准了伤口 按动 啊 灼烧的痛感 累加被啃食的疼痛在肉体上蔓延 我痛到大汗 却扔不敢熄灭手中的打火机 因为我知道 一旦被这些怪鱼火体寄生成功 我就会死 可我没想到 火焰让那些怪鱼扭动着尾巴 往我血肉伸出钻 我想像自己死后 变成丑陋丧尸的样子 这太不淑女了 干冰 家里还有干冰 灼烧感更甚 进而变为紧缩的冷感 痘大的汗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疼痛的极致原来是麻木 好像死亡都变得不可怕了 直到再也感觉不到游动和啃食感 我才放过了 已经破烂不堪的手臂 找出来很久以前的云南百药 一整瓶倒在了伤处 希望回温后不至于血流不止吧 我躺在地板上 尽力蜷缩着身子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只是一动也不想动了 楼道里传来喝嘶 喝嘶 的丧尸喘息声 大概是被我的尖叫声引来的 不在乎了 什么都不在乎了 楼下那些人是死是活 跟我没有关系 我好疼 好疼了 再睁眼 已经是深夜了 除了丧尸和怪鱼的游动声 四下寂静 楼上小孩轻微的哭声 好像消失了 我强撑着给自己泡一碗面 胡伦吃着 温度回升下 腐蚀的恶臭味越来越浓 我不得不想起 死在我门前的徐扬 明明都和隔壁楼上的美女 有一腿了 何必在我面前 用生命演一出深情戏码 我记起当时盯着猫眼很久 也没有看到徐扬变成丧尸 真是奇怪 不然他扭曲游走的样子 我一定第一时间拍下来发往上 让大家都笑话他 想起徐扬往日为了逗我开心 傻呼呼跳小熊舞的样子 我一口面条呼在了嗓子眼 呛出了满脸眼泪 后来他出轨美女 还自以为天衣无缝 而我本打算戳破了说清楚 却是他到死都在堵住我的门 保护我 人啊 多割裂啊 10月7日上午 我发烧了 受伤的手臂很疼 让我几次想冲进厨房 拿刀砍了他 但我没有力气了 楼下再一次传来动静 是压抑着的争吵声 于俊男坚持要挪开货架回来 其他人压住了他 他们都抬头看向我的上方 每个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挣扎 片刻一张纸飘落 上面是红彤彤的大字 小儿子饿死了 我的肉撑不了几天了 跟着头往超市深处走去 几分钟后 他出现在了超市二楼 我看到他脸上绝绝的表情 飞蛾扑火 大概不是描述现在的场景的 但他明明就是张开了双臂跳下 巨大的动静 立刻引来了成群的丧尸 他拖着摔出一截白骨的大腿 艰难挪动着 眼神死死盯着我楼上方向 他终于挪到了楼下 最终被淹没在诗群中 一双僵直的手举起一张破烂的纸 我看着断成两截的纸 在风中翻涌 拼凑成一句求救的话 求求你 救救他们娘俩 几分钟后 他复活成人类害怕的样子 却依然举着手中的烂纸 我依旧准备给自己泡一碗面 对付完这一天 可于俊男临死时的样子 不断浮现在我眼前 我安慰自己 怎么会是向我求救呢 我泥菩萨过河 自身都难保 肯定还有别人看到 也许就给他老婆孩子 送去点吃的呢 可我没听到一点脚步声 我再次走向窗边 看向楼下于俊男掉落的背包 里面应该有很多吃的吧 我淡漠地躺回床上 半夜 楼道中出现急促的脚步声 而后 吃的 我要吃东西 死之前总得吃 哭喊声戛然而止 明天这里又会多几个游走的丧尸 但这 不管我的事 10月11日下午 连日晴天 外面的怪鱼已经休眠 丧尸却进化的动作更灵敏 我正忍着疼痛 挖自己胳膊上的腹肉 楼上传来孩子的哭喊声 妈妈 妈妈你别死 丧尸因为他的哭喊声 呼呼朝楼上涌 饿臭味更浓了 清理完伤口 我一股脑把剩余的泡面全煮了 还用了唯一的户外便携燃气瓶 我总不能做饿死鬼吧 十多天来的唯一一顿饱饭 我边吃边吐 最后头抵着地板嚎啕大哭 刺啦 刺啦 门板上传来响动 我咽下哭声默默流泪 10月11日晚上 楼上小孩的哭声渐弱 大部分丧尸涌进了大楼 下面暂时安全了一些 我打开杂物间 找出之前和徐扬攀岩用的绳索 一端连上八爪钩 一端系上滑蹦扣 我打开窗户 尝试了几次才将八爪钩固定在楼上 金属碰撞的声音吸引了丧尸群 在楼道里来回游荡 一切准备就绪 我整个身子探出窗外 因为怕有动静 不敢动作太大 好一会儿我才接近地面 就在我准备勾住地面的背包时 对面超市里站起一个人 他手上甩动着什么东西 下一秒 一团白色东西朝我飞来 是一块腐肉 上面密密麻麻 全是寄生的小鱼 我猛地踢了一脚墙面 躲了过去 对面爆出一阵大笑 几个人聚在货架前 开始朝我喊话 小妞啊 过来玩玩 你们这里的东西够吃 能收留你 快过来啊 一会儿丧尸来了你 可就跑不了了 这细皮嫩肉的 叫丧尸咬了多可惜 不如让哥几个甜甜呢 哈哈哈哈 我成了他们绝境生活里 突然出现的乐子 仿佛这些话出口 他们就仍是 统治家庭的王 刚刚朝我扔东西的男人 越来越暴怒 他又拎起一块腐肉 死女人 还不赶紧过来 想死是不是 强哥 这女人不愿意过来 完蛋弄死算了 就是就是 他们看我的眼神 从贪婪变成了怨毒 被称为强哥的男人 再次甩动腐肉 而我也蓄势待发 我紧了紧背上的背包 抓牢了手中的绳子 强哥手里的腐肉 再次向我飞来 我荡起绳子 驱腿借力 啪 而我抖了抖脚 看他们四三毫叫着 胡乱朝身上拍打着 活泼似峨眉山的猴子 丧尸被他们引来 我没再停留一秒 快速朝楼上攀爬 大约半小时 我才爬上了 楼上内户的窗户 隔着玻璃 我看见一小孩 趴在他母亲身上 旁边有他饿死的弟弟 我敲了敲窗户 他抬起通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我 却没有任何动静 我又用受伤的胳膊 艰难举起他父亲的背包 他这才打开窗户 让我进去 地上躺着的女人 大腿处满是鲜血 包裹着的伤口凹陷一片 他瞪着双眼 死不瞑目 我为他磕上了眼睛 将背包里的东西 倒在他身边 咕噜噜一罐罐奶粉 滚到了被饿死的婴儿身边 白色的罐身 趁着皮包骨的婴儿尸体 更显黑黄 原来他到死都不相信 他的小儿子被饿死了 也许那张纸上 写的是 舅舅他娘撒 刺啦 一声 小孩打开奶粉罐的声音 换回了我的思绪 锋利的铝片 划破了他的手 我艰难找回 久久不用的声音 我帮你吧 我刚要帮他 打开手中的奶粉罐 小孩却用力抱住了他 眼神狠狠盯着我 像护食的小狼 我默默叹了一口气 松开了手 叮嘱道 还有很多 慢点开 别受伤 他终于打开了罐子 先是抓了一把奶粉 放在了自己弟弟的嘴上 又抓了一把 放在了他母亲嘴上 最后 才自己坐在一边 抓着一把 又一把的奶粉 往嘴巴里塞 我给他接了一杯水 他灌了水的肚皮 被称的圆鼓鼓的 10月12日凌晨 我从来不敢睡得太沉 所以后半夜 我听到脚步声 向我靠近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醒了 月光下一抹反光 闪过我的眼皮 我睁开眼时 小孩拿着奶粉 灌起下来的铝片 正对着我的脖子冲过来 是你们害死了 我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 你们都是坏人 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所有人 我捂住他的嘴巴 和他讲道理 打商量 但他咬破了我的手 喊叫声 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丧尸 门板在尸群的冲击下松动 我准备原路返回家中 却被那小孩 死死抱住了腿 门板轰然倒地的瞬间 我手中的铝片 划过了小孩细白的脖子 鲜血四溅 呼住了我的眼 从窗户翻出去之前 我将他推向丧尸群 丧尸们涌来 采烂一罐罐奶粉 白色粉末纷飞 他会以另一种方式复活的 我没杀人 啊 再不知道第几次 从噩梦中醒来 我甚至记不起 是梦到了峨眉山的猴子 还是高铁上的凶孩子 我好像已经适应了 现在的生活 太阳高升的时候 我会从已经搜掉的泡面盆里 挑起几根面条吃掉 然后趴在阳台上 观察游动的丧尸 和进化道 不再需要水 发生出脚的怪鱼 最后定定眺望天空 好像下一秒 就会有直升机 把我从这毫无人气的炼狱中就走 可惜 依旧没有 后来 日里有几天忘记撕了 我无法分辨 我被困了多少天 夜晚 我渐渐生出幻觉 老是听见 类似远古传来急促的阿拉伯咒语 就在我耳边 而我喃喃着与神明对话 太阳依旧升起 饥饿不足以支撑 我再去阳台上溜达 这时 敲门声突然响起 张晓 你还活着对吗 一定还是幻觉 张晓 那么大动静 都没有丧失聚拢的声音 一定是假的 喷喷喷 张晓 回应他的 只有顶着门的冰箱 激临响郎的碰撞声 碰撞声 真的有人在砸门 要得救了 我想起床 可只是滚掉了下去 敲门声停了 我在 别走 我甚至难以出声 只能艰难的向门口蠕动 脚步声好像渐行渐远了 还有人 我还活着 张晓还活着 别走 别走 别放弃我 我想活着 我用尽全力抬手 扯住了冰箱忽扇开的门 哐当一声 冰箱应声而倒 我被砸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一片狼藉的家中 做这个纯洁的女人 她一身白衣 有些眼熟 是她 徐杨的出轨对象 隔壁楼的那个女人 发现徐杨出轨 是在两个月前 剩下酷暑中 难得一天清晨飘了小雨 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出门吃早餐 远远看见 一挽着美女的男生背影 神似徐杨 当下我并没有怀疑 自己的男朋友 第一念头只是 想她 于是我给徐杨发去信息 老公 起床了吗 要不要约个早餐 前面的男生掏出手机 这时 我手机上弹出回信 宝宝 昨天加班有些累 今天赖会床 改天我买早餐给你啊 我将在原地 笑容都还没有脸去 就看着徐杨 挽着美女 进了隔壁一栋楼 她的侧脸 我看了两千多日夜夜 早就刻在了DNA里 没错是她 我为此消极了好几天 不断导致工作出错 可我和徐杨 是准备从校服到婚纱的 所以我给了她一次机会 一天晚上 我约了徐杨到家里吃饭 我们一起有说有笑的做饭 吃饭 期间 我有不经意试探她 可她没有露出一定点破绽 我也以为是自己误会了 晚饭后的夜晚 我故意撩拨她 沙发上的她 面红耳赤的婉拒了我 她说 小小 你是我最珍惜的女孩子 我不会那么草率就 话没说完 她耳朵爆红 无措的挠挠头 小小 天色不早 我该走了 我送她出了小区 转身回家 但她不知道 我躲在阳台上偷偷看着 看她等我返回家中后 又折返回来 并走进了隔壁那栋楼 我彻底失望 加班加点弥补工作中的错误 直到那天 她好似明白了什么 要买了早餐来见我 张小 张小 你在听我说话吗 回想起之前的事情 我情绪猛的一沉 她是徐杨的出轨对象 徐杨死在我家门口 她一定不是来救我的 嗯 你说 我艰难开口 声音轻不可闻 算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的身体需要调养的好一些 再让他们来接我们 我先去楼下超市 搜罗点能补充营养的东西 你等我一下 说完 她扶我躺在了床上 自顾自的往外走去 她之前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毫发无损 出现在我家 丧尸和怪鱼消灭完了的话 政府接手灾区才对吧 好奇心驱使 我摇摇晃晃爬到阳台 向下望去 丧尸和怪鱼依旧游荡在楼下 只是他们好像在惧怕她 根本不会靠近她 所以她极其顺利进入了超市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爬回床上时我发现 沙发上放了一白色医用药箱 箱子里有一排注射器 里面装着墨蓝色浓稠液体 再看向自己被重新包扎了的手臂 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产生 实验品 他们要让我成为什么实验品吗 张小 我回来了 其他东西我也不会弄 还好找到了一些自热火锅 有点辣你能吃吗 我点点头 白色热气生腾的瞬间 我仿佛看到了雾气中朝我飞来的白色腐肉 一点点 长时间不进食 吃这些胃不一定能受得了 我咽了咽根本不存在的口水 能帮我尝尝辣不辣吗 她一愣随即笑了一下 好 食物送进她嘴里 她咬了一口 慢慢吞下 不算辣 没毒 我赶紧接下她递过来的东西 顾不上热就狼通虎咽吃了起来 热乎乎的东西下肚 我才终于感觉自己是活着的 她也端起一碗 边吃边和我说着外面的情况 几座海边城市 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变异鱼类登陆的情况 很多人因为寄生鱼感染了丧尸病毒 海城情况还算轻一些 没有出现气溶胶传播的现象 其他几座城市情况更严重 所以救援力量也会有所倾斜 今天几号了 她愣了一下 回想片刻后说 双十一了 哦 记忆中的双十一与现在对比过于惨烈 我们陷入久久的沉默 两久 她说 你先休息吧 11月11日夜晚 她通过一个随身呼叫装置和什么人交谈着 话里话外提及 来不及 快点 注射 过来等字眼 沟通结束 我听到金属箱开合的声音 然后脚步声渐进 她靠近我 却不怕暴露式的开口 小小你别怕 这是不疼的 古老空灵的阿拉伯咒语 在我脑中盘旋 语速越来越快 神会宽恕你的 你是为了活下去 是的 我要活下去 我张开双眼 白衣天使般的女人 在我眼前扭曲 旋转 她手中注射器的针尖 迎着月光泛起一片白色 小小别怕 学样说过你怕疼 我一定轻轻的 实验品 唯一活着的实验品 乖乖听话 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小别怕 疼痛比死亡还要恐怖 我不要 阿 我尖叫一声 手中的刀 没入恶魔的身体 神会宽恕我的 我只是想活着 小小 别叫我 你想杀了我 你们都想杀了我 呼叫器 找人 就就你 骗子 都是骗子 死到临头还骗我 我把那个女人的尸体 拖向门外 然后走向呼叫器 踩烂 都踩烂 我一下又一下地 跺在发出 呲呲啦啦声音的呼叫器上 然后伴着脑海中 越来越嘈杂的声音起舞 旋转 跳跃 我闭着眼 神明看不见 我杀人了没 白雪 下夜 我不停歇 现身的神明 地狱的恶魔被我杀死 哈哈哈哈哈哈 11月14日白天 我是在角落里 一个说不上 是什么东西的显示屏上 看见了现在的时间的 他一直坚持不屑 呲啦呲啦 想着 直到我按下了 上面的绿色按钮 张晓的血型和抵抗剂相合 但没有你后续的研究 也肯定不行 不会有人违背你 强行抽取张晓血液的 它不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先回基地来 我们抽一点血实验一下总详吧 徐教授 徐教授 张晓 你好 我是徐磊 徐阳的姐姐 我来找你是想拜托你一件事 由我研发的抵抗剂 虽然路上润需要对应 稀有血型血液基因片段做诱导 而我听徐阳提起过你的血型 刚好合适 你 张晓 张晓 你在听我说话吗 算了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的身体需要调养的好一些 再让他们来接我们 我先去楼下超市 搜罗点能补充营养的东西 你等我一下 有什么画面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当时在想什么 徐阳说过我血型特殊 以后怕有意外 就不要生宝宝了 什么都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为什么出轨了呢 不是的 不是的 骗人 骗人 喂 徐教授 喂 徐教授呢 张晓 你是不是张晓 都是骗人的 张晓 张 兹啦 兹兹 你们是不是骗人的 怎么没有声音了 快说你们这是骗人的 呜呜 快说 我气不成声 呼叫气的屏幕依旧闪烁 11月19日夜晚 一队穿着黑色厚重防护服的人 打我带走 还有 门外一个女人的尸体 他们对着他鞠躬 语气里满是遗憾 然后眼神复杂的叮着我 后槽牙都要咬碎似的 后续实验方法还不完善 徐教授为了保住他的性命 对于后续研究方法 选择了保密 那后续怎么办 但如果他被丧尸撕咬没有死亡 且丧尸体内病毒衰退 寄生鱼僵化死亡 实验就成功了 万一他被咬死了呢 不过是个疯子 他死了的话 去哪里找下一个已知的 Lutheran血型的标题 就算找到了 谁愿意 抽血实验 在我们未掌握实验方法的情况下 太慢了 你们看他外面 每天有太多人死亡 都怪他杀了徐教授 谈论陷入了僵局 11月20日晨6点 早间新闻播报 据悉 被称为末日唯一就是主的生物学家徐磊 意外身亡 抵抗计后续研究走向不明 人类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 才能抑制住丧失病毒的蔓延 直至彻底消灭丧失病毒 目前尚不明确 此前 号召全国乃至全世界已知 Lutheran血型人员自愿报名 参与拯救全人类实验 截止目前 报名人数仍未破灵 张晓 吃早饭 好 今天还会体检吗 不知道 给你们 添麻烦了 工作人员动作一僵 今天会体检 谢谢 我在研究基地里是自由的 但几乎没人愿意跟我说话 他们甚至不会多看我一眼 厌恶的语言没有冒出来 但厌恶的神情难以隐藏 今天惯例体检时 我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拿了一只镊子 它足够我撬开通向顶楼的锁 我该庆幸 基地不过是在老旧小学里临时改造的 如果是什么高科技 恐怕我束手无策 当我登上顶楼的时候 基地的警报声响起 张晓 你不能逃 张晓 人类需要你的血液 书中曾说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症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之名 所以人类从不切予以最卑劣的想法揣测他人 我是 此时的他们也是 核污染 致使生物变异 丧尸爆发前 高尚早已成了某些卑鄙者展现的通行症 世界早已失去秩序 我的墓碑上又会刻下什么呢 成 无私奉献的Lutheran实验标题 拜 杀死末日就是主 逃避责任的罪人 我转身背对着基地外成千上万的丧尸和鱼怪 轻轻一跃 微笑道 唯一标题实验 现在开始 楼顶的喊声传来 不 等一下 张晓 你太自私了 你这个人类的懦夫 2024年1月1日晨6点 早间新闻播报 距离唯一标题 实验成功已经过去越鱼 据悉 海城丧尸及鱼怪已基本肃清 目前 由张晓及百余名志愿者贡献的血液 已投入抵抗剂的后续量产过程 目前沿海城市灾情基本可控 张晓队长 你也来扫墓吗 嗯 张队长召集那么多志愿者已经很辛苦了 扫墓由我们这些幸存的人来就好 几个年轻女孩 认真擦拭着墓碑 人类生存贡献奖获得者 徐磊之墓 咦 徐教授墓边多了一个新的 嗯 昨天任领了被火化的丧尸骨灰 我想徐教授应该愿意有家人陪在身边 张队长 你流泪了 海风有些大 我该回去了 我转身离开 背后的讨论声和着新闲的海浪声 冲击耳膜 徐教授的家人 他弟弟 据说他是为了帮他弟弟筹备婚礼 才主动来海城基地工作的 那婚礼 他弟弟在灾难发生的凌晨 发了准备求婚的朋友圈 好像仅自己可见 啊 那岂不是他女朋友到死都不知道啊 知道他会用自己的一生赎罪 晚安